知足常乐什么活呢 喂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 我们这边好像那个粮食的价格 好像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还有一个镜头在外面 一直在进口 你这个事吗 不合理 对啊 不是 什么叫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的话 就是啥意思产量过剩啊 对啊 产量过剩还一直在国外进口呀 一直在国外进口 跟产量高不高有关系没有啊 那我们的价格就低了呀 你知不知道大豆进了以后都能干啥 干啥不知道的 反正人就是 你去你听我的 哥们有这个功夫 趁着现在天还不是特别晚 打盆水 放点洗地铃 拿个抹布 下去给你那老电瓶车擦擦 送外卖一天造皮片 把你那个工作服洗一洗 啊 听不听着 那讲话的 那那那那 那是个粮食拿过来 就问大豆干啥 你都不知道 那进口六口的 你说你唠这干啥 上来以后 我啥 我不倒 我问你来 你去擦擦你电瓶车 明天就赶赶紧紧紧的出去 给那头盔也擦擦 那上面蹭一下子 再下一口 下回告你 要是说天冷 天一冷 这鼻子确实好干 这不赖你 抠出那鼻杆 往地上弹 别老往那个头盔上蹭 你看看头盔上蹭 跟那牛魔王 牛魔王那脚似的 长啥样的都 可这秀啥智商呢 赖了几几的 啥 不是很高 嗯 天哪 谢谢大家